2加油 第三個部份是國語 天 我跟天之間的關係 聽到這裡 大家還醒著嗎 好棒喔 那我們 Liam 一起再唱歌囉 这首歌会唱的应该就是有一点年纪的意思喔 也是代表我有一点年纪的意思喔 一杯咧 开始喔 有一天我会 茶室是怎么飞 有一天我会 睁开双眼看 有一天我会 见到我的梦中有谁 有一天我会 飞过世界的北 太美了 感谢你感谢了 真的好看喔 好 所以啊 好多人都唱 所以在座各位演技应该都 是吗 是这样的意思喔 所以这首歌我好喜欢 有一天我会 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会啊 可是你知道吗 老天就是一个很顽皮的鬼东西 我真的觉得他超级会做到人的 好不好 好 我说一下 我跟天到底有什么关系 有很多人问我说 诶 朱欣你为什么要走心理资商这一条路 以前啊我在想我的以后到底要做些什么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念头会跑出来 比如说 以前的我 很想做什么 动感歌手 你知道 不是那种会唱歌而已喔 我要做动感歌手 可是你知道我 谢谢你的配音 这让我很动感喔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肢体不血条 我怎么动感的起来啦 而且我可能还会摔下舞台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情就不要再试了 而且歌手这件事我也知道 你看我现在可以唱个三十秒 但是我也可以去KTV唱三个小时 但是你要我唱三天 阿妹的 三天三夜 完全没有啦 我就会 真的跟职业歌手差距很大 那我在做科展那个时候 就人家觉得 天啊 这个女生一定是不会做科学 理工已经很差 我就拼要给你证明一下 说我以前曾经想过我要当科学家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阿只不过是不是 我好奇而已 就是我对科学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兴趣 而且现在的我阿 看不到显为净 都没办法做实验 那我现在到底要干嘛咧 所以那时候高二的时候 大家都在想我的未来我要考什么科系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 马上有两目 对我们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画面 就浮现出来了 第一目就是我 在窗台上做打撒工作 那时候一边擦窗台 一边有一个女同学 就跟我说拜 朱欣怡我要走了 明天见 那时候我就把它拉住 把它拖到一边 然后就小声的问她说 你还好吗 怎么感觉已经挺乖乖的 你知道吗 结果她就把我拖到更黑暗的角落 然后就开始跟我哭 然后就说 我不想让大家发现 为什么你都发现了呢 因为我奶奶过世了 可是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她的脆弱 因为她平常是一个女强人的小象 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的脆弱 我可以理解啊 我看到她的再难过 我的好朋友再难过 我当然也很难过 可是你知道我心里也有一种很见不得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居然在按手 我按手 天哪别人没有发现欸 可是我发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原来我跟人之间的靠近 不是只用眼睛 我用很多很多不同的感官可以被打开 第二个画面 是我做特教宣扰 因为我的身份还特别 我每次都会去站上讲台跟大家说 要怎么协助一个视障身 不免俗的 我也要分享一点点视障身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灵状态 在我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会边听边谣论 有人会一直摇头叹息 有人会沉思 然后呢 当我演讲结束 很多人都来拥抱我 给我按赞 给我打气加油 而且告诉我说 因为我的分享 他们觉得生命好被激励 好被感动 原来自己的难关 跟别人的难关 一样都很难过 可是别人过得了 他也过得了 对自己更有信心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哇好幸福喔 原来生命感到生命 是这么棒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 我终于找到了我要做什么了 有兴趣 又有能力 我决定 要走心里心 谢谢这个时候我们的配音 就代表我现在走出一条康中大道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那时候啊 只有 对不起喔 只有彰化石党这一所给市长者就读的心理辅导信 我才刚失明三年 我没有想马上跑到彰化 一个人独立生活 我觉得我很害怕 所以我想留台北 可是台北没有任何一所学校 是开放给市长者面心理辅导啊 那时候我的范老师就跟我说 朱姓你要不要脑碎自荐一下 我认识那个幸福系 市长幸福系的系主任喔 我是那个学校出来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跟那个主任说话 我一听到我就觉得 含毛直竖 我要跟幸福人说话吗 很恐怖耶 而且我是从小体制内的乖乖牌 你叫我在那个老鼠迷宫里面 我很会跑 可是你叫我跑出迷宫 我不会耶 虽然我知道我真的可以这么做嘛 但是老师极力的游说我 我当然也要给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就开始跟我们家人沙盘推演 他会问我什么问题 我要怎么回答他 那一天我就去了 新福系的系主任的办公室 坐在他的对面 你知道我的意识就开始模糊了 因为我觉得好可怕喔 我要跟系主任讲话 还好系主任非常温和和亲切 金老师就在我对面开始问我 你为什么会对心理辅导有兴趣啊 你一个是这样生 你可以怎么念心理辅导啊 这些问题都显得非常的温和 而且我早就有准备了 最后他抛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他问我说 你知不知道心理辅导要看到很多非语言的讯息 你又看不到 你怎么办 那时候天真的我 非常自信满满的就跟他讲 金老师我觉得做心理辅导 有心理有眼睛重要 对不对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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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在庆全一样 没有啊 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是有天真的理由 因为后面我真的觉得眼睛很重要 可是我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人犯了自己的位置 但是在我还没进去的时候 我很自得意 满自信很满满的告诉他 他就真的被我说服了耶 然后金老师就说 没问题 台湾师范大学心服系欢迎你 然后我们心服系就每年可以开两个市场名额 给市场成就多 答应我觉得非常爽 你可以 有 但是我跟你讲快乐得多久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教什么了吗 对啊 对啊 很惨 因为我争取它开放了以后 然后呢 我就落榜了 我去考试 然后我就落榜了 那个心服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两个名额呢 就拱手张给另外两个市场生友 你知道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吗 我真的心里一直咒骂老天 你怎么又再一次玩我 你玩我的还不够多吗 我已经这么努力的想要走出我的夜天了 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对我呢 可是我那时候能怎么办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好嘛 那就转系 可是很抱歉 身心障碍推真是推真 不能转系 我也就想 好嘛 那老娘能不能重考 我就给她重考好了 我就不信考不上 可是很抱歉 我是旧教材最后一届 这时候你们会发出什么声音 怎么办 所以更让我后的是 两个市场朋友 还来我的教师一招 哪一个是朱欣怡 我们要跟他说谢谢咯 面诞笑容说不客气 可是真的玻璃心碎满地喔 我的妈怎么会有这种事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可是你知道我的玻璃心碎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这次碎也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 所以很快就再把我自己的玻璃心捡起来 然后跟我自己说 唉 没关系 你既然没有办法选择别条路 你就试试看好好走 反正念特教系也不错啦 你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 了解一下视障朋友 这样也很不错 而且啊 你看特教系也是住人科系嘛 也是可以一样回贵社会 也是可以奉献自己啊 好好给他念下去喔 乖 然后我呢 就真的 静静夜夜 扎扎实实的念了我的特教系 这四年啊 所有的领队我几乎都参加过了 不管带任何的领队 不管去实习 参加任何的课程 我都兢兢业业的念完 我还是特教系第一名毕业的 我本人的兴趣真的很变态 本人的兴趣就叫念书 就也会很变态 然后 所以我就真的很认真的把它念完啊 然后 我才发现一件事 就是 我在律元念念到大三的时候 因为我同时还是很想去学心理辅导 所以我就俯修了心理辅导学习 可是我又谈恋爱 我又玩社团 我还是副同长 所以呢 我的时间根本不够用 我就满脑子想的是 哇塞 我要怎么结合特教和心服 要我只要写同一份报告 就可以交两天的作业 所以我就开始一直在想 这两个东西我可以怎么融合 让我只要花一份力气 就可以同时兼顾两件事 但是到了大五实习的时候 我还很奸诈的把我自己安排在 齐林学校 因为这就是特教实习嘛 对不对 谁都不能说这不是特教实习 我还取得特教教师证 我有合格教师证 私资格 可是你知道吗 我特别情商我们的那个教育主任 请他帮我安排这样 辅导师 专门辅导师这样生的心理 专门带团体 专门做推广心理卫生的事情 所以我在里面同时又实习特教 实习心理辅导 在那时候我要离开 请你学校实习结束的时候 转述 经过一个同学的转述 我才知道 有一个同学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在毕业旅行啊 不是毕业典礼 毕业旅行的时候 营火晚会 他说了一些话 他原本是一个人际关系非常差的 人 没有人要理他 可是他说 孙明老师 这一年来的带领 我才学会的脱离自我中心 我才知道怎么交好朋友 所以他现在好朋友好多 那时候我才开始觉得 我当然一点都不鞠躬 我真的造成他的影响 因为改变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事情 是他愿意改变自己 但是我细细的开始就想 我以前认为念特教好不幸喔 但是我发现现在怎么念特教那么好啊 因为我提供的辅导技巧这么的不一样 我不只是会行而上的去引导人的思考 我更会实际具体的操作各种训练你的步骤 有各种的方案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实际的实验 所以因为学了心腹 因为同时也学特教 我的招数变得多好多 而且在我现在服务的朋友里面 有好多都是身心障碍的伙伴 曾经跟我一起合作的身心障碍伙伴 可不可以大声的拍手 哇 谢谢你们都来控场 你看好多身心障碍伙伴都是我服务的对象 因为我学过特教 我发现我好容易可以看得懂每一个障碍类别 他不同的需要 看得懂他可能需要的交材交法 我学过这些特教的东西 我可以跟老师们讨论 我学过特教这些东西 所以我也可以跟家长的讨论 我们要怎么带这些特殊教育的行子 我发现原来 聊天花牌给我们不是不信 而是信号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 第三件很重要的是 为什么没有下一页 还是怎么下一页 好 当机了 对 好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 面对执着 执着 执着是什么 执着就是我们以为 事情都会按照我们所想进行 我们好多的执着 因为人 我们都好管事尽力 我们会马上知道这件事是我要的 这个是不是我要的 那个是我讨厌 他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就讨厌他排挤他 把他推远 但是你知道没有可能 你把离物推远 因为你的执着 因为你坚持事情 一定要照你的意思 就要进行财神 所以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情 治疗学家叫做爱丽丝 爱丽丝先生 他说 博斥非理性的信念 你才有可能 有好的情绪 什么叫博斥非理性信念 最非理性的信念就是 人定胜天 你知道吗 连神和佛都很谦卑 你凭什么说人定胜天吗 我以前超级讨厌看到 天国进了 对不对 然后神爱世人 我就在想哇塞 真的神很屌 对不对 然后佛度有缘人 然后上帝说信我者得永生 我就在想说 哇塞你们还有分别心 为什么只有信你的 你才度他 只有跟你有缘的 你才有感化他 是这样吗 可是后来我发现才不是了 原来他们也放掉了执着 他们也很谦卑 只有你愿意跟随他 他才有办法带领你 可是我们人怎么那么自以为是啊 我们怎么自以为是到认为自己 真的可以掌握一切呢 我们真的不能啊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安排 为什么老天不给我们这些考验 我的老天他也没有给我什么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样我只要坐在那边等待就可以了 他都要我自己去争啊 可是 你不知道 原来惊喜就藏在这些包裹里面 只要你认真的好好经历他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 一段尼摩尔祭祷词 他说 请赐给我 雅亮和宽容 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 请赐给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 但是更重要的是 请赐给我智慧 去区分 到底什么是我能改变 什么是我不能改变的事 什么是我不能改变的事 我的失明 是我不能改变的事 我出生在什么家庭 是我改变不了的事 我生下什么样的孩子 是我改变不了的事 我会念什么样的科系 也不是我能改变的事 那些我不能改变的事 我学着圣天 圣天是什么意思 圣天不是现在大家看到很多 现在很流行叫佛系青年 佛系青年就是什么都看淡 什么都放下随遇而安 完全就是这样子飘来飘去这样子 你谢无所谓 反正因缘到了就会具足这样 佛系青年是没有目标的 但是我们有我们想要的 很多人问我说 老师你都在教生涯规划 你们都有听过一句话吧 计划永远赶不上 电话 电话赶不上 老板的 是喔 所以不管是一句话也好 一通电话也好 反正就是赶不上 那你为什么要做生涯规划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我告诉你 因为只有你做了生涯规划 你才有人生的方向感 我们永远会遇到很多改变不了的事 可是因为我们有方向感 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接纳以后转身 朝另外一个路径 但是往着这个方向走 我们的人生需要很多圆融的弹性 需要很多柔软 因为我们要不停的转身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痛病 很多时候就是此路不通 如果你只会一直争取蛮干 人为什么会无力 常常就是因为太有力 而且用错力 所以当你觉得很努力 请你想一想 你到底暂时做什么 那个记者是你真的真的来的吗 还是你要转身 我们朝另外一个方向 但是一样有方向感 我们朝那里再去靠近 所以像我的市长 很多人就在问我 市长怎么做心理资商 以前我跟大家讲我很呆 我真的很白目的就说 心理眼睛重要 但是当我后来实习越多 我就发现眼睛真的很重要 要不然你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打你啊 人家什么时候抱你啊 甚至是人家非口语为主 那些小朋友 一啊啊讲不出话 你怎么办 还有我在法院加市法庭里面 做过条件委员 你知道如果我看不见 非口语的动作 两个人就打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才感觉 我的眼睛好重要 可是有眼睛很重要 但是没有眼睛 就不能做心理资商了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转身了 我转身去找一个我的位子 如果诸心意要做心理资商 一个看不见的心理资商师 可以怎么做心理资商 我提升我各方面的敏锐度 苦练 以望 大家有听过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吗 嗯 我确信 我没有任何资格做北风行的 才是心理资商师 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你 我不知道怎么呼呼的吹 把你身上的每个东西都看透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 我要在我的物感室里 创造很温暖 很自在 让你很安心的地方 让你愿意自己脱下乱套 敞开你的真心 跟我接触 所以 我找到了我的位子 因为 我学着区分 什么是我能改变的 而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然后接着转身 我去订阅 你就叫做 你看 你 你 你